20多年前的一本神秘漫画 今年8月份的时候 让日本民众饱受了一场煎恼 因为这本书声称 今年8月20日富士山火山会发生大喷发 而这本书中的15个可怕预言 有12个已经实现了 虽然最后8月份富士山并没有爆发 但是吃瓜群众对这本书的追捧热度不降反身 他的二手书价格翻了将近50倍 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之八九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本在日本文明侠尔的预言漫画 我所看到的未来 我们先来看看今年8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情况 由于这本书的巨大影响力 日本民众深信不疑 今年8月20日的时候富士火山将会发生大喷发 而且火山灰会覆盖到首都东京等很大一片区域 人们开始了新冠之后的又一轮大抢购 囤积各种物资 东京的一些超市的防灾专区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人们开始抢购各种应对地震灾害的物资 包括水、罐头、方便面、素食、米饭等等 甚至连本来没什么人买的防灾手电都突然销量大增 网友们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自己准备的囤货 甚至还有人专门推出了视频指南 教大家如何抢购防灾物资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些公司也对员工展开了培训 准备在灾后第一时间投入设备抢修 甚至连死刑犯都不怕死了 一位杀人事件的凶手听到这个消息后 直接放弃了上诉 接受死刑 他的想法是 到时候连日本都没了 我还怕什么呢 到了预言火山喷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8月19日 富士山还真的出现了漫画里 预言的灾难前兆 在漫画中作者提到 在富士山爆发前 首先有一团阴云聚拢在富士山山顶 将山口团团围住 之后富士山才剧烈的喷发起来 我们看看这张8月19日 富士山顶的云层照片 和漫画预言中的简直一模一样 是不是 当时大家就越发相信 明天会有大事发生了 我要是住在富士山边 心里肯定也是慌的一批 时间终于来到了20号 当地登山爱好者组织 慎重的提醒每一位成员 今天各位最好不要攀登富士山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饱受煎熬的日本民众 终于度过了20号这一天 富士山啥事也没发生 连小规模的民动和喷气也没有 说好的交通瘫痪 断水断电 巨大损失呢 怎么到了最后 就我自己因为囤积了过量食品 蒙受了经济损失了 但是日本民众不但没有点彩 反而继续追捧 在二手书网站上 这本漫画的出版被卖上了天价 原价450日元 被抢到了20多万日元 约合台币5万元 人民币1万多元 整整翻了50倍 其中的原因是因为 做着一个巧妙的设定 那就是预言事件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就会以15的倍数往后推 今年富士山火山没有喷发的话 那么下一次有可能就是15年后的 2036年8月20喷发 有朋友就会说 那不就是瞎懵的吗 但是他预言的月和日又都是准确的 这又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人们对这本书的预言深信不疑呢 这还要从这本漫画说起 我所看见的未来 于1994年开始在真实恐怖故事杂志连载 1998年连载结束 1999年由朝日出版社集结出版 之后由于出版社倒闭而绝版 作者Tatsuki 龙树梁也非常神秘 虽然他出版了一些其他的少女漫画 但是他的身份一直都是个谜 20年来 无数好奇的人试图寻找这位神秘的作者 都没有找到他 甚至在2020年的时候 还有一位男士自称他就是作者 但是一年以后他又被揭穿 并不是Tatsuki 而这本书在今年7月的时候 终于由飞鸟新社出版社发行了再版 而且是以完全版的形式 他在这本书中的15则预言分别是从1990年开始的 女子意外身亡 英国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去世 日本歌星去世 亲戚去世 因而发生意外 板神大地震 作者自己的退休 英国戴安娜王菲的去世 日本311大地震 弗莱迪的纪录片 2020年新冠病毒高峰期 作者的好友失恋 横滨海啸 富士山火山喷发 新冠病毒十年后卷土重来 虽然说15则预言中说中了12个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是独立的事件 比如说女子意外身亡 作者的亲人过世 劫匪拿婴儿当作人质 闺蜜的男友提出分手 而有一些则是发生在漫画出版之前 比如作者说 他在1976年11月24日 梦到英国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 因为染病而离世 最终在15年后 1991年11月24日 弗莱迪去世 塔斯基还在1982年4月25日 梦见了有一位年轻的歌手会死亡 而十年以后 1992年4月25日 日本歌手韦其风去世 年仅26岁 在1992年8月31日 塔斯基梦到了英国 戴安娜王妃抱着小朋友的照片 而在五年后 也就是1997年8月31日 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因车祸失事 而她的梦境与现实距离最近的一个 就是神户大地震 作者在1995年1月2日 梦到了在日本神户地区将发生重大灾难 而在15天后 也就是1995年1月17日 神户真的发生了7.3级的大地震 这是日本自1923年 关东大地震以来 规模最大的都市直下行地震 神户是当时日本的大都市 人口密集 这场地震导致了6000多人遇难 4万多人受伤 20多万栋房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经济损失达到了10兆日元 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 她的漫画是在1998年结束连载的 而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漫画出版之前 有可能只是作者事后加进去的 但是下面这几个 那就真的是提前预知到了灾难 在1996年3月11日 Tatsuki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在梦中她被求助的声音吵醒 她看了一眼手表 时间停在了5点钟 她不确定是早上还是下午的5点 出门后她发现四周都笼罩着大雾 走着走着她发现镇上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直到她看见了一座天桥 但是对岸已经消失了 因为天桥的另一边居然是在海里面 这才让她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了海啸 没想到15年后2001年真的是在3月11日这一天 Tatsuki的梦境成为了现实 日本发生了9.0级的大地震 这是日本有记录以来第一次达到9级的大地震 并引发了大海啸 还伴随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这次大灾难造成了至少15000人遇难 2000多人失踪 超过120万栋房屋遭到了破坏 因此3月11号被日本定为国家灾难防治日 另外在1995年的1月2日 Tatsuki梦见了2020年全球会出现一种未知的病毒 4月份它在日本达到高峰 而且会在10年后 也就是2030年病毒再次卷土重来 2020年4月的新冠疫情 虽然在日本并不是所有时间里面最多病例的高峰 但是的确是至疫情开始以后第一个爆发的高峰 而它梦到的10年后病毒会再次卷土重来 现在还不得而知 所以有人也说它的预言实现了12.5个 那么最后两则还没有实现的预言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日本富士山喷发 1991年8月20日 Tatsuki在梦中看到了富士山大爆发 要知道富士山是一座火火山 最后一次爆发时间是在1707年 按照以前的爆发频率 平均100多年喷发一次 而这一次它至今已经沉睡了300多年 所以真的有可能随时爆发 2020年4月的时候 日本政府也曾经发出过预警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对Tatsuki的预言漫画 深信不疑的原因了 实际情况 富士山今年并没有爆发 人们自然就按照Tatsuki预言的规律再加15年 认为很可能富士山会在2036年的8月20日爆发 最后一个还没有实现的预言 就是Tatsuki在1981年6月到9月之间 多次梦到的日本神奈川横冰地区 会发生大海啸 实际情况是1981年之后的两个15年 都没有大海啸 所以人们认为下一次大海啸 可能会在2026年 但是作者今年7月份的时候 又有了新的预言梦 和以往的预言梦 对具体的年份并不确定 不一样 这一次他在梦中居然确定了下一场灾难 是在2025年7月5号 届时在日本南面 台湾东面的太平洋上 会发生巨大的海底地震 导致巨大的海啸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他今年新版的书封面上 写着2025年7月大灾难 而现在日本的情况就是台风水灾不断 新冠疫情数字也一直攀登 专家声称大地震大海啸不可避免 这时候如果有一本书告诉你 我能预言灾难在哪天到来 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